好,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問你雨潤怎麼看的?1068 如果以雨潤來說 其實我自己是一般的 因為雖然它都算是一些豬肉相關股 但是如果你說炒過山豬價壓力真的會升 偏向1610就是中南加加康 偏向上游多一點會是好一點 但是反攻雨潤 一來其實本身熱霧面 都屬於是偏中下游加工為主 如果真的說上山豬價升 其實對它就未必是真的十分之有利 而以來我想過去炒作雨潤的地方 就不只是在講業務 而是另一邊就是在講一些可能是 就是債權人、股權方面的一些因素 而令到股價都曾經很大的移動 但是炒這些其實風險就相對偏大 除非大家真的很清楚整個意思 或者覺得勝算是十分之高 但是這個就很難說的 所以我想這隻來說 其實就比較偏向就是投機味為主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 要純粹做一個投機炒作 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好嚴守指示位 譬如如果這些位置薄 下面穿回7毫子 一定要走 剛剛都是1成左右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你說這樣少著 就試一試這些位置走 可以的 但是如果純粹從投資角度 真的買基本面前景 這隻就未必是一個好的選擇 好啊 都要留意著投資紀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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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